我也有看到白马 前几天也有梦到白马 改编原著小说《流浪漂泊了白马》 冯甲大学师生重新诠释搬上舞台 更以科技艺术的新剧场方式 在小剧场开演 而这是台中国家歌剧院 秋冬季推荐演出之一 跨离域学习是21世纪 我想各行各业都在追寻的新的人才 那么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透过实作 尤其是在科技艺术教育这一部分 透过实作能够真正的了解 这个业界市场上真正需要的人才 在教育部优质教学计划的支持下 冯甲大学结合同事教育中心 行销及建筑系 以及两门的社会学院 跨离域合作推出年度新系 而今年更走出了校园舞台 挑战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 以及户外剧场的双向舞台 并投影方式造景 让演出水准再提升 参与过很多是舞台道具很多 因为可能没有投影没有动画 那这次加入那么多的科技 就让我们工作或是换场 会变得更顺利 就会有更多的走位 不然会舞台会显得很空 或者是很无聊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导演其实是用了很多心 使用小剧场跟户外剧场 那么我们使用这两个剧场 同时把剧场中间的门打开 我们透过集袭 这个影像传输的方式 把里面演出的情形 透过光雕的方式 投射在国家歌剧院的外墙上 所以国家歌剧院外墙上的户外剧场 以及民众们都看得到 透过这样的整合 我看到各领域当中的顶尖 他们的老师 或者是他们的天分 我觉得就是很 在这种多元的学习下面 可以看到更广 希望增加剧场互动性 试试合作 将剧情相关的物件 像是白马跟莲花等 都透过AR扩增使径来做呈现 剧情里面白马是一个 我们想要让它是一个象征性 精神象征性的东西 它有点像是 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的感觉 所以我们想要利用 就是虚拟的东西 能够好像能够真的 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这样子 冯甲大学师生跨连运合作 不只让表演艺术 与科技艺术结合 来探讨生命轮转的奥秘 带给民众感受 结展不同的剧场魅力外 也让教学及实物成功衔接 丰富学习的经验 继续连交话台中采访到